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他的成长故事 姜淼 1981年出生于吉林 从小便展示出过人的艺术天分 作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05级本科 09级研究生的学院派画家 姜淼一直致力于探寻空间和精神层面的世界 他坚信可以通过艺术作品 让观赏者看到一个在三维空间之上 容纳着意识形态的更高层的思想世界 2004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姜淼 便开始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艺术展 并先后四次在北京 澳门 武汉三地 成功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 他的艺术作品始终在传达着 中华传统的艺术哲学观 十几年的绘画生涯 无望初心 坚守本我 勇敢探索 是姜淼一直追寻并秉持的创作理念 姜淼你好 首先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近期的作品吧 最近我在做的作品是生命系列 是这个为主题的 然后作品具体的呈现 我想要表达出一种活的生命体的 积极的正能量的那种作品 这个生命系列下边有几个 这样的一个构思和大的概念 第一个是钥匙 就是打开生命的那种钥匙的那种 那种感觉的作品 它是在那种自由空间里边 在寻找的那样的一种 就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然后第二个是 就是个体生命的重生 是经过时间空间这样的冲刷 然后顽强的那种生命力 从组在绽放它生命的光芒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感觉的作品 然后第三组是 轮回系列 是那种涅槃重生的那种 那种就是那圆形的那一批 它是那种 我想表达是一种大的空间 那种磁场的那种引力 斥力 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波旋 一个大的漩涡 然后所有的这种生命的基础 细胞也好 是电子也好 还是原子也好 在里面重新冲刷 然后重组再造新的生命 我觉得是一种重生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大的空间系统 里面所有的生命体是一个 可运行的一个生态 然后它是众生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第四组是这个天眼系列的 就是其实是在那个 轮回那个系列之后 又延续出来 就是把人的意识加强 就是我在这个空间内 可能撕开一道墙纸 然后那个世界的东西 我看到了 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那竖着它是 其实是意象的那个 就是那个眼睛 横着呢 就是我们意象的人的 这样的眼睛 它其实就主要的是 加了一个人的渴望 我想画家他画的东西 也一定是有一个来源 它出自于哪里 您的这种灵感 或者是因为您某一个习惯 带给您的 或者是说 您某一个兴趣带给您的 其实艺术它是要 就是给人类启示的 然后要引领生活 它是要超前于我们世俗生活 人类历史的发展 是两条条的走路 一条是艺术 一条是科技 艺术是来干嘛的 就是你要接受到高维的信息 你要有灵感 你要有对这个东西的一种敏感度 然后科学家是把它 用在改善我们具体三维肉身的 一个行为上面 所以这两个是不可分的 就是说我还是说 那个意识层它改变的不是你一点点 它整个是把你的世界观 价值观 你对这个宇宙的认知 全部逆转了之后 你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幸福 你要重新思考你来这一趟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终极的大问题 而且是一个 你不能避免的一个绝对本质的问题 所以它不是一个 就是获得了一个知识 或者是获得了一个经验 那只是肉身里边很小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 其实艺术家跟这个修行的人 有一部分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他们要肯定先天所带来的那些新鲜量 其实就是你要保护你的意识层面 你不能学习 或者说融入太多世俗的这样的 因为世俗是什么 就是你要配合这个游戏规则 你要想的是 不是你在这个人群里边要怎么样 你要想的是 你在这个人群里别人会怎么样 所以你大部分是要失去自我的 但是艺术家和修行的人 他是要找到真正的自我 自我形成一个循环体之后 你自身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所有东西 所以艺术家还有修行的人 他们不怕孤独 我觉得包括是科学家 他在里边可以完善自己的 各项精神需求 其实刚走进江淼工作室的时候 他画面当中色彩的艳丽和图案的新奇 是最吸引我眼球的 问过江淼之后才知道 他用了当下特别少有的一种创作方式 就是以秉析上色为基础 同时呢 在通过雕刻的方式 呈现出最终的视觉上动态 以及立体的效果 在画面当中细腻鲜明 无规则却又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色彩变化 是我最想问江淼的 这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江淼告诉我说 其实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的 是在他一幅画最终呈现效果的底部 已经蕴藏了二十多幅不同的创作 这二十多幅不同的画面都是即兴的 当然也肯定是不同的 等于他通过一遍又一遍的 推导重来的过程 才呈现出最终我们看到的画面效果 这是让我觉得太有趣的一点 也是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当我看到江淼在雕刻的过程之后 我才真的觉得江淼的艺术作品活起来了 不仅仅是视觉效果动起来了 我觉得它真的有生命力了 因为每一刀下去的时候 我都能感受到从江淼的眼睛 江淼的手 甚至江淼的整个身体 都输入进这幅画一种能量 我觉得这也一定是江淼吸收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才真的觉得这些画是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艺术家 而且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 其实这幅作品其实就是天眼系列 对这个是天眼系列的其中一幅 竖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宇宙的概念 对 横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 人眼的那个意识 对 意象 那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空间感极强 作为类型的主要主题呢 因为我是这阶段做的还是一个 就是洞察宇宙真相的那种渴望 其实是我对能量 对智慧的一种渴望 因为我觉得 它可能才是我们 就是真正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 就是那个是上层建筑嘛 然后来控制的我们 就是现实的这些所有的行为 和你的理念和你的决定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从高以维度的那个地方 去获取更多的 就是意识能量 来就是影响我们今世的所有的行为 这样的一个作品 而且它也是 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 一直的这个绘画的一个脉络 就是还是站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宇宙观的系统下 它是一个天人合一和 就是天人感应的 这样的一个脉络下的作品 对 那是怎么找到这四个方向 四个角度来作为您绘画的基础 四个角度它其实还是对生命不同角度的一个演化 比如说个体的 然后有群体的 然后也有我个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在寻找 在游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我可能在这个空间 我洞察到了之后 我找到了 就是它其实是 还是一个主题 但是就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阶段 选择这四个角度的原因是因为 你在生活当中所受到的启发 或者是看到的书电影当中 所感知到的吗 不是 我觉得您说的那些还都是一个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去找那部电影 为什么要看那个书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我自己本身的需要 因为作品 其实艺术品它也是我们精神的一种药 首先作为艺术家来讲 我觉得我是那种比较敏感的 然后就是也是比较黑暗的那种人 我对人性的一些悲观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 经常会让我自己状态不太中正 所以我做这样的作品 首先是我自己的需要 我在做它的过程中 我能够找到我自己的力量 它能给我力量 我觉得这是首先 我在做这批作品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这个过程 它也能满足我的这个需求 其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作为艺术家来讲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它也是他自己的需求 现在看到您作品的人 应该是越来越多 您有没有最在意人的评价 当然有 就是作品 我觉得一件艺术品 艺术家把它创作出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需要 比如说谁来给你做推广 他有什么样的认知 他有什么样的理念 其实他是二次 二次在创作你的作品 因为艺术家只是一个 他个人的一个角度 那可能第二个人看到的时候 他带的是全社会的一个信息量 然后把这个东西 他想要怎么去把它再展开 包括感觉 然后最终是谁来收藏你的作品 那他是一个对世界是一个有什么传达想法的人吗 那他第三次创作 然后三者结合之后 我觉得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 您觉得艺术品最终实现它的价值是怎样实现 实现它的价值还是要看它的能量能够去影响多少人 或者是多少人能够接受到 或者开启它 帮助它 就是我说艺术品它其实就是一种药 它是一种精神的药 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问题 就是你需要的和我需要的是不一样的 那就看他这个作品能不能发挥它的价值 就是说有没有人需要这种药去疗伤 去平衡自己 但是首先作为我是艺术家来讲 我首先他是能够满足我自己的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判断的 我们现在常说 常听到一个观念 就是看不懂的艺术 它好像就是比较高级的艺术 它就是比较好的艺术 是这样吗 那肯定不是这样 就是看不懂 这个是有很多因素 一种是 就是看不懂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边说 比如说你很感兴趣 你说但是我只是看不懂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研究 很有价值的问题 因为你感兴趣 你的感知已经认可它了的时候 你的现实的知识或者什么的 不能够寻找出它的逻辑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作品本身它就是启发你那个心灵的点 你已经感知到了 其实你已经理解到了 然后其他的东西就需要你慢慢梳理自己 不要用那个思维逻辑去考虑 你思维逻辑超不出肉身和三维空间的这些事 它还是 就是不能进入到意识层 你只要感知到就好 然后里边的东西就慢慢体会 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完全看不懂 那我觉得它就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种作品 就是说看不懂 那个也很正常就是实验艺术 看不懂是很正常的 因为作者我觉得他本身他自己都看不懂 因为他做实验 他是在希望自己把这个艺术向前推进 不停地可以做各种就是无意识的实验 然后能不能从一个实验里 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未来的东西 那种的就是 就是跟科学家做实验差不多 不需要懂 你只需要觉得你想不想去支持他就行 您觉得艺术作品 如果说欣赏者无法理解的话 还是欣赏者没有理解到艺术家吗 或者没有达到艺术家的高度吗 就是每个人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需求 艺术它还是精神的需求 你每个人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品 也是不一样的 你要选 对 那没看懂或者没感觉 那可能是它不是你需要的 它可能是那个人需要的 那你需要的你还需要再找 就是我们身体是要需要这些东西 那精神可能你也必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和江淼见面之前 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料和采访 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个性 甚至非常自我的一个人 在之前一定会带给我一种所谓的距离感 但是随着慢慢的接触之后 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位非常有耐心 而且非常愿意分享和沟通的艺术家 它之前的距离感 只是它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坚守和执着 享受孤独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 就是孤独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真相 就是说你的灵魂孤独的来 你最后走还是孤独的走 一切三维空间的物质或者人 它都是你临时的一个伴侣 最终还是你自己怎么来怎么走 然后你中间你要怎么走你这个路径 然后艺术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循环体 就是说他在做作品的时候 他的灵魂正在与作品这样来回的旋转交换融合 所以他可能对孤独的那种体会是一种自我的那种循环满足 他可以完整的闭合这个体系 所以他就不太需要那个就是市面上所说的那种 是不是你一个人呆着那叫孤独 你十个人呆着叫不孤独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现象 本质上来讲 还是要看你这个体系能不能循环起来 我看到很多文学家 他们在创作当中是非常孤独的 甚至是非常无聊的 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是这样 您有这种体会吗 我觉得不孤独 我觉得我反而是我不愿意出去 我出去见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因为我觉得那种是跟人家没法沟通 说不上话 虽然这个真实的人在你眼前 但是你觉得你是 你们两个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独处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跟我的思维 跟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我觉得它就是生命 它就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生命 我可以跟他去做任何的交流 任何的对话 我给他提出问题 他就回答我 我觉得任何一个可能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伴侣 他都不可能做到 就是这样的没有棱角 没有角度 就是做到这样的无所不知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 应该还是做到了一定 我自己觉得是做到艺术家的一定境界 就是能够自我享受于这个创作的过程 然后能够自我循环的这么的一个完好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说的那个孤独这个词 我觉得每个人理解其实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说那个作家 他说的那个孤独是一种什么语境下说的 所以假如你看到我平时的工作 你会觉得我是孤独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的是我不孤独 但是反而是你可能看到我不孤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 那绘画对于您来说是面对现实的图景 还是其实绘画算是您逃避现实的一点源 我觉得绘画我自己是抛开这些一切的那个 就是这种生活里边这些现象 我觉得我在用绘画找真理 因为我可能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就是绘画 所以我就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去寻求 我觉得最真实的那个东西 您看您之前也画油画 也画板画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主要开始做这种丙心上的雕刻 这个其实我很早就在做 但是像我选择材料 我也是根据阶段 我不同的那种思维心境上的需要 那我觉得像就是那段画油画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孕育 然后孕育生命 能量叙事待发 然后对这种就是天人合一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就要极安静 然后颜色特别的雅 特别的中性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选那个 这个三百年前 四百年前的那个 成古典油画的那个绘画技法 它那种薄透的那种空间的感觉 能够把我那样的意境表达出来 然后现在的这个 因为我是要肯定的 因为肯定它也是一种力量 然后色彩的那种光芒 那种耀眼的那种 它也是能量 所以我要把它们相结合起来 让那种生命 那种就是绚丽的那种出来的 所以我就要用这样的材料 好多人都说艺术家必须是一个感性的人 能同意吗 那肯定是 它必须得是那种 就是什么是感性 什么是理性 反而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感性其实是你感知到的 你感知到的东西都是无形的东西 可能它是属于未来的 它还没有发现的 然后你去感觉到那一层就是意识空间 它已经给你暗示了 其实那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 其实它是那个灵性最强的那一部分 那理性这一块 实际上是经过我们的实践经验总结 然后捋出来这样一个逻辑性 说我们必须得先一二三四这样的 然后这样符合你早中晚的这个规律 它是那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就是艺术家 你如果是艺术家 你一定是跟那个 他不走那个路子的 你如果走那个路子 他一定做不了艺术家 它是两个相反的路 您刚刚说您对于艺术是很敏感的 但是在生活中您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生活中也敏感 但是不太在意 好多东西也不太觉得 那个是怎么样一回事 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东西 其实是艺术 但是可能更多的我提升的是一个自己思维上边的 思想上面的一个能力和一个辩证体系 所以它还是站在一个就是东方的那个天人合一的那个角度 很多问题我觉得它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这种思维里边 其实是它更重视你自己的那个高度 你高度到那一度 第一的你看你会看不见它 只有到达你觉得认为那是个事的时候 你才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值得一考虑 可以值得一想 在这么多年的绘画过程当中 谁对于您的影响最大 就是对我艺术家生涯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十几岁 我的就是老师袁玉生先生 因为那个我那个时候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就是融入他阿姨还有就是他的孩子们的生活里边 然后去看他的这种艺术跟他的生活的这种 就是真实的一个一个一个感知吧 就是我觉得他那一代的艺术家是比较单纯的 然后对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都非常正的那种人 还没有掺杂那么多的一些就是太社会化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所理解的艺术 包括他给我讲的这个美术史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纯净美好有高度的 然后你是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就是奠定了我 我觉得我作为艺术家来讲 我的一个标格吧 就是我在做什么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家给我的这种影响 然后之后决定了我后边这种 现在的这样的生活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上中央美院的时候 我的系主任苏欣平先生 他现在是中央美院的副院长 对当年他还是 我觉得是拨证了我的一些行为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可能就是当时没有什么对未来的期望 然后就想可能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样 或者选择是出国呀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他当年就是一直在鼓励我 说你很适合做艺术家 你不要去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当时我都已经去学语言了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的说 哎呀你别瞎折腾了 国外现在也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你不要浪费时间 你就好好在国内画画 然后说你就这样 你考我的研究生 然后你就就就留在国内嘛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那太好了 那个有老师喜欢招我的话 那我就就那我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 我就回来继续就做工作室啊 画画然后读研这样下来 所以他基本是决定了我后边这个脉络 我也很感恩于他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出了国肯定是没有 就是现在这么多的经历 时间去好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就让我们一同来走进江淼的个人成长经历 那真正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份天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其实我倒是 就是这个天赋这东西都是别人眼里的 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只是喜欢画画 我好像就是喜欢画画的人 别人喜欢小的时候喜欢出去玩啊 什么大家凑在一起做游戏 我好像就觉得那个事不太有意思 我喜欢自己在家里我的桌子上面画画啊干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那个天赋的问题实际上是别人在说 还真这问题我觉得问我还真不成 那家人支持您画画吗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一开始我妈不太支持 就是她觉得我这个画画太脏了 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对然后觉得不太整洁 所以她不太支持 到后来就是因为上学了之后 因为画的好 就学校总是推荐你去参加什么比赛啊 国内的比赛国际的比赛 然后就这种荣誉啊证书什么奖品特别多 所以我妈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哈 对就是这样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内心坚定 说我要以绘画为事业的 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好像当年我自己就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以后肯定就是吃这碗饭了 我不会做别的 我做别的都没有兴趣 然后我也觉得我这个就是只有这个长处 我学文化课也学不过别人 对而且就是画画这个事我好像随随便便一做就还效果不错 其他的我可能文化课我也努力过 但是从没考过第一 对 您刚才说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一些报社或者媒体画画 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靠绘画谋生了吗 对画画它就有这样一点好处 就是说自由职业者为什么多呢 就是他可以自由选择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比如说我给你画一个黑板报 我给你画一个广告 我给你出版社画一个教材 反正就是都是临时性的工作 还是可以自己选的 只要你有这个能力 在来北京之前有专业学过画画吗 或者是去哪个培训班 没有系统学过 在老家的时候都是自己找师傅打听 说我们这个地方谁就是画的谁 哪个老师画的最好 哪个老师最有名 自己找 对就是见着画画的老伙跟着有关系的就问他呀 那时候也应该也就十岁出头吧 我小学好像第一个老师一年级 我自己找的 因为我自己找的那个老师 我妈才给我转的学 因为我们家本来住在那个地方 然后上的那个学校 我从我们学校打听说 有一个老师在另一个区 我要跟他学画画 然后那个老师他看着我他很喜欢 他就建议我妈 说你把孩子转到我家旁边这个学校吧 这样的话他学画画方便 这是我第一个老师 大概小学我是二年级转学的 二年级 那选择来到北京 是不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当时就是说玩了两年之后 因为我也在给别人做一些兼职啊 给出版社画一些教材 他们会跟我说 那些大人会跟我说 说你这么好 然后你应该去北京 你这个学校觉得它不合适你 然后当时就给我打开了一扇 北京的门我想象这个 是我应该试一试去 然后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把那个学校就给 那叫什么 就是辞掉了怎么说 退学 退学 对我就来了北京 然后跟着袁先生 然后他给我讲的一些艺术的这种理念 艺术的那种精神 然后就觉得那我要考一定是中央美术学院 我觉得就是他给我讲完了 我觉得其他的画都不行 必须是 其他的画院学校都不行 只有中央美术学院可以 那他肯定是国内是最好的学校了吗 那考进中央美术学院之后 本科的这几年还是考进去后先玩 然后但是也是专业第一吗 我上了中央美院我妈还特担心说你别像以前一样玩 我还真没有 因为就是那个是 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是我有需求于这儿的地方 所以我到了中央美院 我觉得我还真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我觉得每一年的那个课程 还有那个就是我所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一步步给我现在的这个阶段 在夯实的一个过程 在中央美术学院你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每天自己关在屋里画画 后半夜三点半回 然后就是也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吧 每天都算是最晚的一个休息的人吗 对我是女生宿舍满楼里边最后一个回去的 那老师可能都特喜欢你 老师还可以 还可以吧 就是也不是全喜欢 但是他可能比较重视你的专业才能的 他会比较喜欢 那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期间当中 你觉得最美好的大学时光是哪一部分 你要让我回忆大学里边我觉得 就是让我一回忆就没有美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上大学来讲最大的收获 因为我觉得迅速的把这个 那个一大堆困难的问题摆在我眼前 然后我迅速的去经历完之后 我觉得我从美院毕业可能最大的收获并不是 就是绘画上面我怎么样学到了什么 其实是我对人生的很多的问题 就是其实是在我心里亮起了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前方的一个灯塔 然后那个问题也是我前方的一个灯塔 我觉得是美院这个期间 我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灯塔 创造了很多路段 我再往前走 而且是密集型的走 所以我说我现在回忆起美院 很多都是一个 就是痛苦的一个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翻看您的朋友圈 看到很多关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生活记录 经常回去 不经常回去 但是母校邀请我回去的时候 我一定是回去的 那现在想想当年一考经历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一考也是自己有了目标 然后就是用尽一切的力量 去奔向自己要的那个目标 对 那对现在的一考环境或者一考氛围 有没有什么一个自己的建议 现在我觉得那个看了好多孩子那种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在办这种学校 我觉得我也想就是劝一下这些孩子 就是如果你喜欢画画 你想要选择做职业艺术家 我觉得首先你要对艺术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还有一个对自身全方位的了解 我觉得一定要慎重考虑这个事 学设计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没问题 就是如果做职业艺术家的话 你要知道不要光看到那个光鲜的一面 因为艺术家其实99%的时间 都是要投入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甚至是全部时间和精力体力 包括你要牺牲你生活的很多部分 然后去完成一个相对来讲还不错的作品 所以就是一定是要有极大的热爱 和极其不能放弃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你才能够去把这个艺术家坚持到最后 最怕的就是不是说怕你做艺术家 最怕的就是你坚持了十年发现你不适合 然后你再去改行重新来过做别的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挺很可惜的 您觉得现在的美学教育也好 或者是绘画专业的教育也好 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现在的教育我觉得问题太大了 就是现在我觉得中国 我觉得是教育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那教育这里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美学的教育太差了 其实很多这种我们中国人出去跑看呀 然后很多礼节呀什么道德呀 它归结起来可能还真不是那些问题 不是什么你素质啊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审美你就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你就不会把那些东西乱放 你就不会把衣服穿成那样 对吧 你就不会就是在众多的东西里边 你挑一个最难看最丑的东西带回来 所以这个你只要美学素养上去了之后 什么很多道德你肯定不会随地吐弹 你自己你都受不了这种不美呀 对吧 这好多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美学教育不要推到让你职业化的那一步 就是说到大学你才选择这个专业 你以后就就实实在在做这一行 其实这一行 嗯 就是它不能解决一个大众审美的一个问题 大众审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基础教育 一个小学啊中学这种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素质素养 嗯 在当下的艺术环境当中很多人都说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坚守是非常难得并且非常艰辛的事情 但是于姜淼而言这反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甚至保留初心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姜淼的目标早已不仅仅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 而是成为一名有尊严的艺术家 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